梅西上演世纪助攻 阿根廷大胜克罗地亚晋级决赛 犹如天神下凡 梅西在当地时间13日进行的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中传设建功 率领阿根廷队以3比0大胜克罗地亚队自2014年后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 阿根廷传奇马拉多纳在1986年世界杯的长途奔袭破门被称为世纪进球 梅西当天则完成了一次世纪助攻 梅西在下半场展示了自己魔法一般的盘带技术 在防守球员的贴身紧逼下 他从中场位置沿右路边线带球突破至对方禁区 妙传阿尔瓦雷斯为阿根廷队打入锁定胜局的一球 梅西本场在个人数据方面可谓三喜临门 他在上半场伐入点球打进个人在世界杯上的第11例进球 成为阿根廷队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 这也是他出战的第25场世界杯比赛 和德国传奇球星马特乌斯并列成为世界杯参赛场次最多的球员 本届世界杯梅西目前斩获五球并送出三次助攻 暂时比同样打入五球的法国队前锋姆巴佩多一次助攻 这是他五次参加世界杯进球最多的一届 22岁的阿尔瓦雷斯当天独中两圆表现抢眼 个人在本届赛事已有四球入掌 在接到梅西的助攻破门之前 他不仅创造了阿根廷队打破僵局的点球 还单起闯关打入一粒进球 此意是阿根廷队第五次亮相世界杯半决赛 五次全部胜出 比赛前20分钟双方踢得比较谨慎 都未能创造出有威胁的射门 第32分钟恩佐·费尔南德斯中场传出过顶球 阿尔瓦雷斯高速插入禁区一脚挑射 虽然没进但因遭遇对手犯规 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 梅西主罚命中 阿根廷队第39分钟发动反击 阿尔瓦雷斯从本方半场得球后 带球突入对方禁区 虽然克罗地亚队球员在禁区内阻断了他的带球 但皮球又弹回他的脚下 阿尔瓦雷斯随即将比分扩大为2比0 上半场伤停补时克罗地亚队有机会扳回一球 尤拉诺维奇的船中打在防守球员身上弹向球门 阿根廷队门将马丁内斯飞身化解险情 下半场阿根廷队立足防守 场面波澜不惊 直到梅西第69分钟上演个人盘带秀 沿右路边线处代球突入禁区 助攻阿尔瓦雷斯轻松推射破门 阿根廷队将在18日的决赛迎战法国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梅西率领阿根廷3比0击败克罗地亚 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决赛 而拥有莫德里奇的格子军团遗憾止步 无缘连续两届杯赛走到最后 这是克罗地亚与阿根廷第三次在世界杯中相遇 也是首场淘汰赛交锋 四年前的俄罗斯 克罗地亚曾在小组赛中3比0战胜对手 随后一路进入决赛 梅西是2014年世界杯金球奖得主 莫德里奇是2018年世界杯金球奖得主 两位传奇的直接对话 是这场半决赛的最大看点 由于后防线上蒙提尔 阿库尼亚双双因累积黄牌停赛 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不得不对首发阵容进行调整 开场后的前半个小时 双方在中场展开激烈拼抢 但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并不多 上半场结束前 阿根廷队在相驰中突然发力 短短5分钟内连入两球 恩佐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帮助阿尔瓦雷斯形成单刀 后者突入禁区后被克罗地亚门将利瓦科维奇撞倒 裁判判法点球 梅西一蹴而就 将个人借杯进球数提升至11个 创现役球员新纪录 随后 阿根廷队卷土重来 刚刚创造点球的阿尔瓦雷斯完成一条龙破门 将比分扩大为2比0 胜利的天平从这一刻开始导向阿根廷 或许是由于此前两场120分钟的熬战消耗了太多精力 克罗地亚队下半时渐渐有些跟不上对手的比赛节奏 以跑不死著称的布罗佐维奇在第50分钟被早早换下 这似乎已经预示了最后的结局 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 阿根廷吸取了此前对阵荷兰石的教训 他们时刻保持这阵型的稳定 没有给对手留下反扑的空间 第69分钟 梅西带球突破后送出妙传 阿尔瓦雷斯完成最后一击 将场上比分扩大为3比0 在阿尔瓦雷斯梅开二度的同时 梅西再次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杯单场传设最年掌记录 此后比赛一直于阿根廷队的节奏下推进 第80分钟 莫德里奇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被替换下场 意大利、荷兰、德国等欧洲球队曾连续两届世界杯进入决赛 克罗地亚仅差一步便可击身其中 但最终失之交臂 赛后 梅西与莫德里奇英雄西英雄 年过35岁的他们深情相拥 16年前 在一场普通的友谊赛中 彼时20岁的莫德里奇完成了国家队首秀 同样是那场比赛 18岁的梅西打入了国家队首球 如今 接近职业生涯、尾声的他们 依然代表着当今足坛的最高水平 比赛总有胜负 英雄总会耻目 但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将成为几代人记忆的锚点 把他们的绝代风华永远留在心间 在阿根廷队晋级后 本届世界杯另一场半决赛 将于北京时间15日凌晨三点进行 由法国对阵摩洛哥 作为本届杯赛的最大黑马 摩洛哥队依靠坚韧的防守 机身四强 创造非洲足球历史 截至目前摩洛哥是本届杯赛唯一之未被对手攻破球门的队伍 同时也是失球最少的球队 仅有的一粒丢球是小组赛对阵加拿大使的乌龙 接连淘汰西班牙与葡萄牙 踢法纯粹的摩洛哥已经证明了他们具备与传统强队抗衡的实力 然而接二连三的伤病或许会影响摩洛哥队在半决赛中的表现 作为后防中间摩洛哥队长塞斯在与西班牙的比赛中受伤 上一轮坚持出战的他最终被担架胎出场 马兹拉维、阿格德等绝对主力因伤错过了四分之一决赛 而阿什拉夫、齐耶赫同样有伤在身 此外,谢迪拉将因红牌停赛 除人员捉襟见肘外,经验是摩洛哥队另一短板 对于首次参加世界杯半决赛的非洲球队而言 能否克服紧张情绪 在高关注与重压之下保持应有状态 甚至超水平发挥 这是需要球员们好好应对的问题 摩洛哥队的软肋却是法国队的优势所在 未免冠军在经验方面无疑更胜一筹 姆巴佩、格里兹曼、洛里等人都是上届世界杯冠军队成员 不过在与摩洛哥对阵时 西班牙、葡萄牙原是更被看好的一方 却最终双双触局 即使法国队拥有锋利的毛 但如何刺穿摩洛哥这面坚固的盾 还得主帅得上多费些心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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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